今下的英超转会窗即将关闭,曼联的音员进展不大,但送出球员的脚步倒是相当稳定。 三名清训小将已经确定新赛季会再次被出租锻炼,他们可能在本周或者稍后时间确定转会手续。 其中,荷兰国脚地墨西扶苏门萨将会租界加盟德甲敬旅伯林赫塔,20岁的门萨现在主要打右后卫,但他也能胜任中卫和后邀角色。 上赛季,他被出租到英超水晶宫踢球,而德国天空电视台趁,门萨将会加盟租界到伯林赫塔,木帅今下引进了19岁年轻幼后卫迪奥古达洛,而老将安东尼奥瓦伦西亚则是球队队长。 门萨如果留在曼联,肯定是铁打的替补,曼联唯一要解决的,可能是目前的伤病情况,瓦伦西亚和达洛都还在养伤,不过德甲并不是本周关窗,门萨的租界还有操作时间。 曼联另一清训中卫图安泽比,则可能再次租界到英贯的阿斯顿雷拉,去年下半赛季,20岁的图安泽比就在维拉踢球,不过只获得5场出场机会,但这肯定也比留在曼联机会更多,尤其是木帅如果再买新中卫的话,团子面临的竞争更大,而在维拉,有钱曼联队长布鲁斯执教,他可能更好地培养。 这位曼联天才后卫,与此同时,曼联的左边魏米切尔,也将续租上赛季,曾加盟的苏超球队哈茨,他上赛季在苏格兰踢球,能打主力,而且取得过进球,曼联心下已经出租不少球员。 其中,葡萄牙,U21国门若埃尔佩雷拉加盟葡萄牙维克托塞图巴尔,英格兰U21国门迪恩亨德森去了英冠谢飞联,后者目标远大,希望未来能代表英格兰队出战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。 此前,曼城的门将安格斯·冈恩,曾在出租诺维奇时入选英格兰队,亨德森告诉每日进放,没理由他能行我不行,在英冠比赛众多的观众面前踢球,能给我带来巨大进步,提高我的名气,希望能让我第一次入选英格兰队。 我必须证明自己,但没理由我不行,英格兰对世界杯上的表现,给我注入信心,让我觉得门将位置可能属于我,我并不傻,但未来四年没理由认为我没可能挑战英格兰一号球一,未来十到十五年,以我的能力和信心,这是我第一次说出来,但我觉得没问题,因为我相信自己能够发起冲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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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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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